看起來剩下一位同學還沒有填完 那大概看一下 粗略的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上過那個Python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蠻重要的主軸 其實就跟Python有點關 因為就是程式啦 那XGPT主要就是一個輔助的作用 也就是說有些程式你不會寫 那以往可能你要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把它寫出來 要不然就Google一下 要不然怎麼樣看有沒有其他的管道 或者社群或者是等等的 那目前現在的話 因為XGPT的推出 我覺得影響還蠻 因為它真的可以提供一個 還蠻好的程式撰寫的一個sauce 那這個sauce的話 我的使用經驗我發現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因為跟我原來預期 可能是玩具 好像就出乎我的意料 真的每個地方寫出來程式 還蠻有一點點水準的 而且它甚至你可以指定它用哪一種語言 它可以幫你寫 比如說你現在用Python寫什麼樣的 比如說寫一個BMI的程式 它真的程式就寫出來 那如果你要叫它寫VBA 你就把Python改成VBA 它真的VBA也寫出來了 你要寫Java Java的程式也寫出來了 這真的還蠻 那甚至呢 你還可以把程式貼上去 請它轉譯 比如說要把Python轉成VBA VBA轉成Python 沒有問題 最近常用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像Excel裡面有公式 那公式有時候寫太長 你要想要把它轉成程式的話 那當然在VBA裡面用VBA 在Excel裡面用VBA是最直接的 所以你就把公式貼上 你說請你幫我把這一段公式 轉換成VBA 奇妙的地方我想說這個應該沒辦法吧 以前的話都要靠人工 像我們有寫作習慣 我看得懂 我知道該怎麼改 OK 那可是呢 你貼到到 Chall EBT 它真的就是幫你把那個 公式的那個邏輯 它幾乎都看懂了 然後把它轉成VBA 直接來Run也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它比較 有 這都不是怎麼看 是可以Run沒錯 但是不過它產生的大部分都是Function OK 那有的時候可能我想說 你幫我改成一個SARB 不過這個地方它就有Bug 它沒辦法寫Bug 它要加一個回圈 當然我們自己會改OK 可是它 它沒辦法幫你改成SARB 這個部分 就是可能自己要稍微知道 就是把它稍微改一下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以目前現階段來看 應該已經達到我們想要的那個標準 所以目前看起來好像 就是有上過Python的課的話 大概就有兩位 然後其他同學 六位裡面的話 其他這個兩位是沒有 然後完全沒基礎的 然後呢 沒有 有學過其他的 這個好像 又多一個 所以 又多一個是自學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應該都有相關的概念 比較多啦 只是說有些同學 跟我沒基礎 那邊 我上課錄影下來 然後我雲端上面其實提供非常多的資源 或許你們可以再延伸啦 那所以 我們 我一般習慣上課會取一個中間 中間尺 也就是說呢 最多 大部分人可以接受的上課的步調啦 所以 不過看起來好像 大部分同學是 比較沒基礎的去做的感覺 OK 那電腦程度哪一個最多 進階的比較多 四位 高階兩位 所以應該是這兩位同學有學過啦 OK然後其他的入民 然後是不是有帳號 那這個QRGBT的帳號其實也蠻好申請的 第一個當然你就很簡單嘛 你就是直接Google查一下QRGBT嘛 那第二個的話 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他會有login login的地方的話就登錄 如果你假如登錄 帳號的時候會有問題 我建議啦 因為我之前用 我最早 我本來是給他一個email帳號 或者你打一個QRGBT就可以了 QRGBT第一個啦 他就OpenAI的網址 進來之後的話 如果你要 他這邊有一個 login嘛 然後有一個 這個 這邊有一個 我習慣是用login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用Google帳號 或者用Microsoft帳號 或者Apple帳號都可以 那最早我是想說 我不要用Google帳號 我用那個email方式 不過我發現很麻煩 他每次都要驗證 反而用Google帳號 就直接點擊 因為我只要登錄好我的Google帳號 然後我就直接點這個Google 然後他就會跳進來了 馬上登錄 我覺得這個方法好像比較直接啦 所以如果假如你在那個 QRGBT上面呢 還沒有一個帳號的話 那也許你可以先 先試著做這一件事情 那進來之後的話呢 他當然有 目前有三個選項 我們選那個QRGBT 然後點擊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問問題了 也就開始可以跟他互動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 找是還蠻方便的 所以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這邊他目前提供的版本 Free的是3.5 那4的話上面有加一個鎖啦 而且告訴你說 當然你如果現在點的話呢 他會跳出這個訊息跟你講說 3.5是免費的 但是他有一些缺點 他給你一個standard的速度 所以其實意思就是說 他比較慢一點點 但其實也沒有這麼慢 只是說他感覺好像更好 他有那種感覺好像那個QRGBT 這個聊天機器人 他有思考的感覺 然後呢 其他他好像 這邊有一個要付費的 當然你們可以自己斟酌啦 如果目前你沒用那麼多的話 一個月要給20塊美金 其實也不算太少 他能夠提供什麼呢 當然他提供更多的協助啦 而且更快的那個反應速度 而且我記得好像最大的不同就是說 那個 在一個訊息的時候 旁邊會多一個按鈕 也就是你可以傳檔案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問題的檔案 直接傳給他 然後你可以把你這個問題 你這個檔案裡面的哪個地方 的哪個問題 請他幫你解決 他真的可以幫你解決 只是說這個是要一個費用 如果你有這邊 這方面特別的需求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那個右邊的這個選項 那在上面這邊有啦 其實他還覺得不夠耶 這邊有一個 在那個 左下角這邊又有一個 他好像 我看將來這邊也多一個 反正無處都讓你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需要付費才能夠使用比較好的資源 其實好像很多東西都不用不用錢 現在好像倒是都要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 XGPT會不會將來連3.5都要錢 這個蠻讓我擔心的 OK 因為 這麼短的時間 當然他很夯是沒錯啦 可是我覺得你也不用那麼快 就感覺好像要割韭菜了 韭菜還沒漲起來 你就要割 真的太早了吧 像Google 至少他 像那個Google相簿 至少是用了十多年之後 才突然說要收費 OK 那他感覺比較好 收的費用也沒那麼高 你看跳去一下子要 一個月就20塊美金了 這顯然感覺好像有一點 他應該要有一個 Label低一點的吧 他直接就給你一個最高的Label 是不是還有更低一點的 我不知道 他現在商業模式 可能還在建構 當然可想而知是非常賺的 而且可能有人就直接衝動 就定了 就花這個錢 這應該蠻多的 所以我想這個產業 只會越來越好 絕對不會 所以 突然間就不見 因為回不去了 至於說他 多快可以變成 這個 你到處都可以 生活裡面都有AI 都有表現機器 你這種中影的話 其實我在想應該 至少也要個五年十年吧 那這個當然 關於那個Charge GBT 讓我回想到大概 大概二三十年前 曾經的那個網路時代 網路泡沫其實也是這樣來的 也就是說在那個年代 上課學生會問說 老師我到底要不要學網路 真的你會 當然你現在 從現在的角度看那個過去 你會覺得 你問這個問題會不會太 太愚蠢了吧 這還用說嗎 你這年代不會用網路的人 還能活嗎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要看 大概差不多二三十年前那個年代 其實它是網路剛新起 而且還記得吧 以前那時候還用那個 Modem的用那個網路播接 那個播接的聲音 真的現在聽起來就覺得 哇非常的難忘 因為有時候半夜 都要播接 搭搭那個很大聲有沒有 你還聽到隔壁也在播接 那播接上網是什麼 14.4K 最早好像是9.6K之類的吧 然後一直在升級 大概幾個月它又推出28.8K 馬上又買 因為Double了嘛 馬上又推出什麼 30幾K 都是K的喔 才慢慢有ADS 感覺哇 又多一個 你會發現每天每天都有新鮮的事 然後呢 每天每 其實我那時候花最多時間逛 最喜歡逛光華商場 因為光華商場每天都有新鮮的東西 然後每天的價格都不一樣 你每天都會去跟那個老闆 我記得好像那個 那個路 現在已經不見了啦 那個天橋下面有了一個叫經典吧 我記得 那老闆老闆娘 老闆的媽媽啦 老闆上 都會在那邊發那個傳單 那每天的傳單上面價錢都不一樣 什麼CPU的價錢 什麼RAM的價錢 什麼什麼 像那個顯卡的價錢也都不一樣 那時候真的蠻好玩的 每天感覺跟看股票一樣 每天都一直漲 漲漲漲漲漲漲 然後 那感覺就跟這個蠻像的 AI剛興起 大家也講說 老師我們要學AI 當然我們的角度說 這還用問嗎 對不對 可是很多人會說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也許啦 你現在一定沒感覺的 可是當你有感覺的時候 來不及了 OK 你想學那麼快 對不對 其實這相關的 像網路好了 它其實 整個產業其實後來你會看得到 所有產業只要跟網路掛鉤 那股票都大漲 而且漲得不像話 漲得亂七八糟的 有沒有 所以後來有 好像2000年有那個網路泡沫 整個被戳破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這一個公司完全 完全